大家好 咱们这节课呢 再来学一些这个C材料里边的另外一个 我感觉还是挺有用的一个新的语法 叫做可空引用类型 还有同学听到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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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词感觉很懵啊 引用类型不就是可空的吗 啥叫可空引用类型啊 咱先复习一下C材料里边的数据类型是分为直类型和引用类型啊 直类型是不可以为now的 是吧 所以说你在这写一个这个int a等于now 这是不行的 因为直类型不可以为now 除非你加个now问号 那么这个这个int问号就可以了 这叫做可空的这个直类型 对吧 那么而引用类型呢 是可以为now的 是吧 这是可以的 是吧 就是引用类型是可以为now的 那什么时候又出来叫做可空引用类型是啥意思呢 为什么会引入这个呢 其实就主要就在于说 因为咱们这个引用类型是可以为now的 那么咱们写程序的时候呢 就会经常出现这种now reference exception 比如说你在这儿啊 这个掉一个s点什么to lower 你忘了检查它是不是为now了 所以说程序运行到这儿就抛异常了 说这个他为now 我相信这个now异常大家经常要碰到 我就没必要给大家去演示了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由于引用类型可能为now 所以说如果说你写代码的时候没有注意检查到这个变量受为now的话 那么程序中就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now异常 因此呢 微软发明了一种可空引用类型的那种语法 帮你规避这样一些问题 OK 那么咱们在CS project的这个文件里边通过now enable来启用这个可空引用类型检查 那现在新版的这个villstudio里边新建的项目默认都启用它了 你如果感觉它不好用的话 你可以把它删掉 这样的话它就不启用这个特性了 强烈建议大家启用啊 确实 虽然说刚用的时候感觉特别麻烦给你一堆警告 但是确实能够提高大家代码的这个这样一个见状程度 所以建议大家启用它啊 不要把它关掉 那么你可以看到咱们这个项目默认 你看都启用了这个nowble 都启用了 建议大家都保持默认的这样一个配置就可以了 不要改它 那么在引 这样的语法 它的这个语法是怎么样的呢 就是在声明的这个引用类型的后面加上问号 来声明这个类型是可空的 对于没有添加问号的这样一个修饰符的引用这个引用类型的变量 咱们都认为它是不可以为空的 如果编译器发现啊 存在 这个变量可能为闹的可能性的时候 编译器就会给出警告 注意事给出警告 不是报错 不是禁止你编译 还可以编译还可以运行的 只不过是编译器给出警告 OK 警告对于咱们编程来讲也需要重视 你不能不把这个警告这个当中当回事 有时候警告就预示着问题的存在 所以大家不要看不起警告 当然编译器它不可能说就不给咱们编译通过 所以它还是给咱们编译通过的 但是给出警告 OK 所以说你在这写一个stream 那么编译器就知道说 这个a一定不为闹 但是如果说你在这写一个stream 那么编译器就知道说 这个a可能为闹 当你对一个可能为闹的东西来做调用的时候 你如果说没有检查它是否为闹 编译器就会给你警告 咱们来试一试 比如说我在这有这样一个类叫student 那么里边有name for name 这两个属性都是可读可写的 然后我在这生命了个过渡函数 过渡函数里边只有一个参数是stream name 然后我是给name属性复值 就说我这过渡函数只给name属性复值 因此大家想想是不是存在着说这个for name 不可以为闹这可能为闹这种情况 因为咱们在过渡函数给这个name复值了 你看这个参数它也是一个不可以为闹的stream 看到了吧 它是一个不可以为闹的stream 因此呢 在这儿 只要咱们创建出一个对象来 这个对象的name属性一定有值 但是for name for number 可能没有值 因此咱们写一下试一试 在这儿 p4-3 你看在这儿 我新建个类吧 student 然后里边咱们加上public stream name 是吧 public stream phone number phone number 得了 ok 你看 你看我现在写的时候 你看编译期 它其实已经给出警告了 警告什么 在推出过渡函数时 不可为闹的属性name 必须包含非闹值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想 如果咱们现在这样去写的话 你在这儿给他 student s等于new一个student 对于这时候来讲的话 咱们s点 是可以这么写的吧 因为咱们没有这个构造函数嘛 没有给他声明任何的构造函数 所以他是不是默认就是有这样一个无参的构造函数啊 是可以的 这样是可以构造出来一个student对象的 那么这时候咱们的这个name和phone number是不是都为闹啊 例的意思吧 所以说 但是你在这儿声明了说 我是不可以为闹的类型 所以他在这儿就会给出警告来了 看到了吧 你如果说想消除警告怎么办 第一个方法 看到了吗 你看 警告是不是没了 因为咱们这儿说了 我是可以为闹的 你看 警告是不是就没了 ok 看到这两种写法 警告又回来了 理解了吧 所以这是一种 比如说 我就是说他们两个 我还这么写 不说他们两个可以为闹 我就是不可以为闹 这种想法 编写切出来给出警告了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咱们再写一个 给他给一个过度函数 这个student student name stream form number 等于name form number 等于form number 你看这时候 编译器是不是就没有警告了 因为咱们在过度函数里边给他们两个复职了 所以他们就不可以为闹了 理解这意思吧 ok 编译器指导说 你一定会在过度函数里边给他们复职 而且你还复的都是不可以为空的值 ok 那我看我这加一个 你看这又给出警告了 因为我这个form number 这个参数可能为闹 你看到这儿他又给出警告来了 是吧 你的这个 他不也可以为闹 但你传进来的可能会为闹 编译器是不是又给出警告了 ok 是很好玩啊 这也很好玩的一件事 那比如说啊 我不再把它改成这样一种写法 我故意让他 我说他是可以为闹的 然后的话呢 我这个过度函数呢 只给student的name复职 你看 如果这样去写的话 编译器又会给出警告了 为什么呢 在推出过度函数时 不可以为闹的属性 必包含非闹值 你看因为咱们在这构图函数里边 只给name复职了 没有给form number复职 所以他编译器会给出警告了 说你没有给非空的 form number复职 所以说如果我比如说 我说他就是可以为闹的 咱们在这掐个问号就行了 看编译器是不是不给出警告了 咱们以这样一个类为基础 咱们继续往后写 继续往后写 那么 这个 咱们呢 要 要来 调用一下这个对象的方法 比如说呢 我在这里边写一个方法 student 这里边写一个 student 返回student student 那么在这儿咱们来看看 student 等于new student 不是new get data ok你看 这样的话 咱们在这儿是不是就拿到 alike student的一个对象 然后接下来呢 咱们来 s1.2 name to stream 这个to lower 把它转成小写 看到了吧 转成小写 然后接下来呢 我再把手机号也给他转成小写 不管有没有什么意义 我就 咱从语法上来讲 咱们不管他实际的意义是什么 我就把name和手机号都给他to lower 转成小写 再打印出来 你看 这个是不是没有报警告啊 而他报警告了 你看这什么 full number可能为now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这儿这个full number是可以为now的属性 而这个name是不可以为now的属性 由于这个name不可以为now 所以到这儿 这行没问题 对不对 而这个 由于这个full number可能为now 所以到这儿就会给出你警告来了 咱们怎么消除这个警告呢 咱们在这儿应该判断一下 if 我先把这个有警告单位先把它图示掉 在我这样去写 if s1.2full number等于等于now 再打印 有没有手机 没有手机 是吧 else 这边再执行这句话 你看 还会给出警告吗 说不会给了 因为咱们在大部分判断了他受为now 编辑器是不是挺聪明的 所以这就是咱们这样一个 可空引用类型 这种语法 是不是用起来还是挺方便的 是吧 那么 当然如果说在这儿呢 在这儿咱们确认 咱们确认他一定不可以为now 咱们也可以强制让这个警告消失 比如说 这个怎么这样写 现在这样去写 他是不是有警告 比如说咱们确认这样写没问题 我确认啊 这个number中 这个phone number 虽然他说 这个 可能为now 但是我程序员确认 他一定不会now 程序员确认一定不会now 那怎么样呢 咱们在这个可能为now 这个属性会儿 咱们加个感叹号 英文的感叹号 你看这个警告也消失了 这个叫做抑制这个闹警告 ok 这样的话 警告也就消失了 当然咱们在那自己去这个说没问题 但其实是有问题 哎 总是啊 这个 设置为这个 其中项 你看到这是不是还抛一场了 所以说咱程序员说不为now 没想到这真的为now了 所以说啊 这个加感叹号不会解决问题 只不过是把这个编辑器的警告 咱们给他强制给他这个弄掉 该有问题 还有问题 ok 所以建议大家尽量不要用这个感叹号 他只是在确认啊 你真的确认没问题的情况下 你才用他 ok 那么这就是咱们讲的这样一个 叫做可空引用类型 咱们复习一下就是 引用类型可能为now 在编程中 咱们如果说有这种场景说 这个我需要检查他是不是为now 这种情况 那么咱们 一旦启用这样一个选项 启用这个选项 那么咱们在一个引用类型里边 如果直接这样去写 没有加问号 那么他就是不可以为now 的一个类型 那不可以为now 这样一个一个属性啊 或者变量 但是呢 如果说你在前面加一个问号 他就可以为now 一旦遇到一个可以为now的 这样一个成员 你对他调用的时候 你没有做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事物为now的检查 编译器就会给你警告 当然咱们如果确认没问题的话 也可以通过加感叹号来隐藏警告 但是建议大家少用这个感叹号 ok 因为这个你编译器比你聪明多了 很多你没有预料到的情况 编译器都给你预料到了 所以说少用这个尽量的多写几步检查 没坏处 好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